大家好,这里是《穷射几语》一个理不开钱的频道 从一个塑胶花大王、地产大亨 到香港股市呼风万语的李嘉诚 他的个人财富可抵香港GDP的奇葩 于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 在他的事业类型简介一栏中有个这样的形容词 Diversified,多角化经营 比起其他富翁,他所经营过的事业 可说是族繁不及备债 于2019年3月,李嘉诚的进资产总值 高达317亿美元,是全球排名第28位 曾身为亚洲首富,且多次残年香港首富宝座的他 所创立的长江集团,已是香港最大企业之一 不少香港人感叹他们一辈子为李嘉诚打工 买的租的房屋也是李嘉诚公司盖的 就连超市购物、手提电话等都与李嘉诚公司有关 又因为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令人十分敬佩 大家又称他作为李超人 李嘉诚于1928年7月29日出生在广东省潮岸县北门街及现象 他的父亲李云金和母亲庄碧琴共育有三只一女 而李嘉诚是长子,从小因为额头高高的双眼明亮 常被家人和乡邻们称为大头城 11岁时,日积轰炸潮汕城区,一家人四处逃亡 父母经协议以后决定投奔到香港 李嘉诚舅舅庄进安的家 1940年寒冬,一家人走了十多天的路 索性终于抵达香港 父亲发现香港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 于是告诫李嘉诚兄妹 要在香港生存下去,就要学做香港人 而要与香港社会融为一体 第一步就是要过语言观 改掉潮汕口音,学好广东话 从此,勤奋向学的李嘉诚 便很快学会了广东话 也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与人交流 但就在1941年圣诞节的前夕 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英军向日军投降后 港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 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于是,母亲与其他弟妹返回草安 留下李嘉诚与父亲两人 两年后,父亲离世 留给李嘉诚这段遗言 求人不如求己 做人要有骨气 施意不要灰心 得意切勿忘形 从此,庄敬安接受照顾李嘉诚 更决定资助李嘉诚完成他的中学学业 但李嘉诚告诉舅舅 他并不打算上学 想和舅舅一起做钟表的生意 愿从学徒干起 于是很快地在半年时间内 学会各种钟表的修理和维护 学期已满 李嘉诚顺利成为钟表店的店员 及手表表带售货员 当时的他只有15岁 虽然为了维持佳季 放弃旧学来投入工作 但李嘉诚仍牢记父亲的教导 时时刻刻保持学习的心态 他没有钱买新书 于是买二手的教科书和慈海来读 又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把英文单字抄在小小的卡片上 利用工作的空档 他就被一两个英文单词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离开了舅舅的公司 先后来到了五金厂和一个塑料袋公司 担任推销员 17岁又转职为玩具推销员 隔年即被提拔为业务经理 同管产品的销售 因为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经验 让他在两年后又被升为总经理 负责公司全面的业务 20岁的李嘉诚 在此时发现他有商业的天赋 于是立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辅商 李嘉诚是一个百分百的商人 他是左右民事 只有盈利的生意 没有永远的生意 他从年轻时期便明白 永远要比别人早一步 知道下一个获利的先机 于是他会省度时事 永远要落实抢学的法则 1950年的夏天 李嘉诚听取了他在香港旧妈的建议 带着省吃剪用的微薄存款 会向亲友借来的5万港元 创立了长江塑胶厂 起初长江塑胶厂 只生产一些普通的塑胶玩具 和家庭日用品 经由出口洋行来运销至欧美 当时他从不休假 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 晚上则还继续读着外国杂志来自修 又加上工厂人力不足 自己要身兼买货 接单等工作 常常因为睡眠不足 因此早上都必须设有两个闹钟 来叫他起床 可以说是最难熬的时期 时光飞是创业过了7年以后 也就是李嘉诚29岁那年 当时香港的塑胶玩具厂 已经有300多家 而长江厂只是其中之一 经营的状况虽然不错 但是没有什么特色 某天晚上 同样读着外国杂志来自修的李嘉诚 在塑胶杂志内文中读到一则短文 意大利一家公司 已经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 并且即将投入产量 正巧 当时香港主要进出口的商品为塑胶花 于是就在脑海的交集下 给了他电光火时的大好灵感 欧美家庭总爱在室内外装饰花卉 但忙碌的生活让人无暇照顾 因此塑胶花正是两全其美的替代品 李嘉诚抓住了塑胶花的黄金时代 长江塑胶厂因此开始扩大经营 他决定将长江塑胶厂进行集资招股 逐渐成份股质的企业 改名为长江实业有限公司 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共有两个厂房 一个生产塑胶 一个则是生产塑胶花 很快的李嘉诚便抢下了香港市场的成功 更打入了欧美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到1000万港元 存利润更高达100多万港元 因此李嘉诚赢得了香港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在30岁那年拿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因为时常吸取外国消息 勤学抢学的李嘉诚 虽然外表谦卑 但实质上内心其实对自己有些骄傲 因为他不管多万岁 每天早上5点59分一定会起床 有时甚至比闹钟还早 李嘉诚都会聆听成间英语新闻 来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同样身边没有读什么书的人 在玩乐的时候 李嘉诚正努力的学习 因此当他向前迈进时 其他人只能维持原状 对李嘉诚来说 那并非求学而是抢学 虽然李嘉诚已是塑胶花大王 但他没有被成功的现况迷惑 反而看透了这个产业即将到来的危机 他观察到部分国家已经对塑胶花产生厌倦 导致需求开始减少 产品滞销 李嘉诚看准1960-1970年 香港塑胶厂会突破3000多家 在产业泡沫化以前 并没有立刻撤出 反而利用这份成熟产业所流入的现金 转而投资房地产 将事业的重心慢慢转移 因此李嘉诚学到 绝对不要被任何一项生意套住 而无法脱身 他说不要和业务谈恋爱 也就是说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因为没有永远存在的产业 李嘉诚认为香港地小人愁 因此地价一定会高涨 尤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期间 人心惶惶 因此利用着绝佳的房市低点 购买大量低价的土地和旧大楼 此次1972至1979年间 李嘉诚已拥有的房屋面积从10万平增加到了435万平 房地产的价格也翻涨了数十百倍 此时李嘉诚的身价如同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1977年是李嘉诚成为华人首富的分水岭 当年李嘉诚参与了香港地铁 中环站和金钟站上新建权的竞标 是香港最浩大的公共工程 中环站和金钟站是香港地铁最为重要 且客流量最大的车站 位在最精华的银行区 在李嘉诚的眼中 投标意义不再获利 更在于得标后可以让长江实业生命大造 成为名列一流的地产商 当时竞争对手无不是一等一的英商集团 而长江实业不过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 但因为李嘉诚先打听到了港府急需要现金的理由 因此打破以往对半分的惯例 将两个基地构成大楼出售以后 由地铁公司分得51%的利润 最后长江实业获得中标 虽然获得了成功 但李嘉诚永远知道 无论是购买土地还是公司 最终目的就是要赚钱 所以他总是先想好了最坏的状况 买了以后遇到最好的机会 就要毫不留恋的获利了结 1987年 李嘉诚在短短半小时内 赤资3.721美元购买5%的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 三年后于该公司股票价格上市时 李嘉诚卖出股票 净赚现金1亿美元 1991年 他和其他家族成员组成卫星广播有限公司 于1993年又卖给了跨国传媒大亨 获利10多亿美元 更同时仍掌握四成的股权 直至2011年 长江集团创业58年来 皆连续获利 这位残年香港首富的李嘉诚 最终于2018年3月16日 90岁时宣布退休 集团董事局主席 由长子李泽聚接任 这位李超人飞过了中日战争 飞过贫穷 也飞过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 他借而不舍 孜孜不倦地求我与抢学精神 让李嘉诚最终实现了20岁的心愿 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 白手起家的一万富翁 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才去做 即使本来有100的力量足以成事 但也要储足200的力量去功 苦难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锻炼 尤其是做推销员 学会了不少的东西 明白了不少的势力 这些是用10亿 100亿也买不到的 20岁以前 事业上的成功 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 30岁之前 则需要靠10%的运气 与90%的努力 其后 季运的比例将渐渐提高 献给每个不被命运打倒 努力追逐梦想的人 好了 这一集的穷涉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 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条影片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